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旁白 今天我們要來講一隻雞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一隻雞 是奉獻自己來成就一顆貢丸的雞 我看起來小小隻的粉嫩粉嫩的 可是我很好吃唷 大家好,我是一隻雞 呃,不對不對,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嘩嘩 大家好,歡迎來到敘寶科加工教室 今天要做的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一 那還用想嗎? 那當然是 雞肉共玩 我們準備的器材有 電子秤重劑 物性分析儀 PH值測定儀 烘香 果汁機及燒杯 逆滲透水沖洗皮 以及其他工具 例如有 鍋子 鍋子 盆子 湯勺 碗 小豬肉刀 刮刀 溫度計 抹布 砧板 牙籤 瓶裝水 標籤紙 電子秤重劑 真空包裝袋 計時器 以及筆 我們準備的肉品有 雞胸肉 雞腿肉 以及豬後腿肉 步驟一 瘦肉去筋膜 加入食鹽 及磷酸鹽攪拌 攪拌 攪拌缸底下 需電冰盆來保持 膠打溫度低於10度C以下 步驟二 瘦肉打至近乎無血點 及有黏性食 再加入其他配料拌勻 步驟三 分次加入脂肪拌勻 讓肉漿成仿光亮白 步驟四 擠捏肉圓成型 放入75-85度C的水中煮熟 一顆約25-30克 步驟五 最後一顆共丸放入時 計時20分鐘 讓共丸的中心溫度 達到72度C 即可以冷卻即包裝 再來是我們成品的樣子 這是我們的肌肉共丸成品 你看看這一顆顆的共丸 各個飽滿紮實 勾滿好評 晶瑩剃痛 像高高在天上的月亮一樣 它的口感香氣濃郁 紮實帶進又彈牙 讓人一口接一口 雲子回味樂無窮